Ayo聊世紀 青年龍不星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一場特別的3v3對決 這場比賽是NYNStanity戰隊對上TAG戰隊 兩名戰隊都是世界上頂階的戰隊 雖然我們TAG成立的時間比較短 但我的實力也是可以跟一些國際上的職業好手互相對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應該是練習賽吧 我也不確定 看起來是天梯上他們的約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場出戰的台灣選手有Z40 還有克勞德 還有天空熊 蘇拉熊 這場地圖也很特別 是陸地遊牧 陸地遊牧可能大家並不是非常熟悉 因為大部分的台灣玩家都是打有海遊牧 陸地遊牧可能不是這麼熟 但是如果有在看我們直播的觀眾們都知道我們都在打陸地遊牧 所以這個部分我可能更熟悉一點點 好 那陸地遊牧它的特點就是有非常多的路跟豬 而且黃金跟石頭資源分費都非常的充足 到處都有這些礦產可以拿 好這個是比有海遊牧更好的一個地方 那有海遊牧的優點是開局 是一定有海 你的前面的經濟會比較平衡 不會因為你像陸地遊牧開局的地方 會造成你的開局的經濟落後的問題 所以有海遊牧來說的話 其實是比陸地遊牧更平衡一點 但有海遊牧是難度更高的一個玩法 陸地遊牧就相對簡單 相對簡單 因為它沒有海的關係 所以不用去打海戰啊 也不用去算你要去到幾個碼頭 前面的開局就很正常 甚至你也可以打一個封建快速騷擾之類的 因為這樣地圖它的路是到處分散的 所以有些玩家他會去插模仿去思路的 如果你在封建打落馬的話 就會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大部分的陸地遊牧的玩家 都是直接打一個職城 除非你隔壁就是敵人 像這個Cloud隔壁就是有一個敵人條盾 那可能條盾喔 就會打一個17P或18P速封建 然後開始插箭塔 利用它這個條盾的雙倍村民裝載量 讓箭塔...哇靠 這隻豬排直接被沉的東西給射掉 哇職業選手也會犯這種錯的 而且還是在這種賽事中 好... 約戰時期居然... 西托... 狗... 這不是西托... 不知道誰... A... N... O...T...O...P...H 這位玩家有點尷尬了 OK 這隻豬... 順利搶了回來 Cloud的豬被幹走了 好... 那他幹豬的實力還不錯 至少順利把豬拿回來 那陸地遊牧它一個特點 就是你的... 拉豬的距離會很遠 所以... 你可以先點一下織布 像丹尼爾這樣子 那你有織布技術的話 你拉豬就不太會被野豬給頂死了 那... 在這個... 這個在陸地遊牧上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所以大概有人會說 欸... 為什麼先點織布這樣子 這樣不是會村民落後嗎 呃... 落後是落後沒有錯 但是... 你的優點就是 不容易被野豬給擊倒 而且也不會有這個... 這個... 拉不到太遠的豬的問題 好... 那這個算是細節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三... 雙邊的文明 先來看一下 西托這邊是選的... 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市場很便宜 而且... 他的市場買賣 價格也更優秀一點 而且薩拉森人呢 他的駱駝血量是有幸運最多的 而且還有知名的奴隸兵 打騎兵額外增傷非常多的 那... 通常是來克制對方遊俠文明 是很有大的一個幫助的 那薩拉森人後期的科技也是非常完整 有火槍又有火炮 巨型投石機 大圖車什麼都有 重頭的話還有重配 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 薩拉森人 對我來說 他才是... 真正意義上的... 進攻萬花童 薩拉森人是真的... 什麼都有 接下來介紹一下條盾人 條盾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遊俠跟步兵 都有近戰防護力加2的特點 地龍賽斯 後期也可以轉火槍火炮 而且他的條盾武士 是近戰防護力最高的步兵單位 雖然移動速度慢 但是傷害極高 條盾人後期打法 也可以搭配自己的精冠技術 讓自己的城堡射程非常遠 甚至有工程工程師的火炮 也沒有辦法直接攻擊城堡 所以... 條盾在團戰來說 也是很常見的一個文明 接下來看一下 丹尼爾 丹尼爾這邊是... 選擇了Poshimia Poshimia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榴彈炮 天空熊的野馬 直接死去 現在兇了 開局在遊牧使 會獲得一個野馬 可以拿去找這個冥養 天空熊的城市 這隻野馬就有點虧了 OK 那繼續講 Poshimia的後期 儲存是榴彈炮 配上了疾兵 森鋁 還有火槍 作為搭配 當然戰車也是可以 城堡時代戰車爆 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接下來看一下 天空熊選擇的是凶人 我們剛剛有提到 凶人現在在遊牧中 會獲得一個野生的野馬 那個野馬不能趕入 但是可以拿去馴服 這個效果 可以讓他在遊牧中 獲得極大的優勢 在游海遊牧中 因為他會一開始 撿一百木頭的關係 不能下碼頭 造成自己的食物 會有經濟失調的問題 但是現在這個效果增加之後 讓凶人在遊牧中 開始有出現的可能性 甚至在陸地遊牧中 的優勢非常巨大 因為陸地遊牧中的野 這個綿羊數量是非常多 但很可惜 這次他們開局 都是卡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待會應該是 會直接一個大打架的 那凶人的後期組成是 馬弓 這個八折馬弓 配上遊俠 作為主軸的一個路線 那凶人在陸地遊牧的一個特色 就是可以省下那些房子 然後讓自己的經濟更好一點 但是他這樣圍家的話 就只能用石牆跟夢牆去圍家了 又不能用房子去圍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那克勞德選擇的文明 是伯恩蒂 那伯恩蒂 伯恩蒂在團戰的後期 主要是打火槍火炮 馬上清裝兵 遊俠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少出一點 因為遊俠 很容易打出對方的180D的遊俠 所以 團戰來說 馬上清裝兵 跟槍兵 火槍火炮 會更為常見一點點 甚至有可能會打這個革命 因為革命一波的話 可能會直接一口氣 端掉一兩家的人 所以伯恩蒂團戰 這個革命騎士可以考慮用 那Z40選擇不列電人 後期是長弓兵巨頭 作為主軸 槍兵為輔助 那騎兵方面可能就不會出了 團戰部分大概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看到了 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這邊都有一個小小的摩擦 兩邊都在褲子打來打去 弘弓電人在右邊 補下了一個軍營 而且還補下了一個射箭場在後方 而且有挖黃金喔 這裡是五人挖金 五人挖金有可能是雙射箭場小弓嗎 伯恩蒂打工兵 把封建開始開打 那果不其然 條陣果然是打了一個封建 但是並沒有挖石頭 那這裡是有補了一個射箭場 也是出工兵 兩邊都是走一個工兵開局 這邊看到工具手出來 只能撤退 前面這邊是圍不好了 只能從這邊開始圍 上方的天空熊也升到了封建時代 那天空熊這邊的P數 看起來有點想像是直層的Feel 23加2 馬就有4級 OK沒問題 天空熊這邊是打直層 Porsimia Daniel 這邊應該也是打直層 但看起來也是怪怪的喔 28P 這不是直層 這個P數看起來是樹地王 在我的直播裡有 我都會講樹地這個東西 不是樹地就是樹爛 樹樹爛掉 就跟跳直層一樣 不是跳成成功就是跳龍 大概是這種感覺 丹尼爾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樹地29P 種田方式上去的 那他黃金有挖嗎 三個人挖 他這裡要補黃金囉 還是有什麼特殊想法嗎 他有挖石頭 這裡是吃鹿 OK 這是拉了四隻村民 插模仿到吃鹿肉 又捨掉了一隻槍兵 OK這邊舔越撒越多 結果條盾沒有挖石頭打塔 都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出來 反正是一個正常的出兵防守 然後種田方式 那可以明顯看到 目前是 西郭他們這邊的戰隊成員 都是先撒一大堆農田 反正是TAG戰隊的農田 撒的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這邊就有點 可以看得出來是 每個玩家 每個 不是玩家 每個 國家的 四季帝國的玩法風格 不太一樣 那我也是比較建議 使用這個 地圖上的資源 去 擴展自己的資源 像台灣這樣戰隊 會比較好 盡可能的 不要太早去種田 然後去多吃 野生動物啊 豬肉啊 或是鹿 這樣子會更好 好 Poshimia這邊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升到帝王時代 來 那這裏補下一個四季兵工場 準備要升上去 那他可能要再加三村喔 不能兩村上喔 稍微慢了一村 那也沒問題 而且他也沒人挖石頭 所以Poshimia這裡應該 不是打戰車路線 我覺得樹地的可能 更高一點點 很棒 好 再12P 點上城堡喔 這邊開插塔 伯根蒂跟條盾 拼插塔 條盾應該是 優勢更為巨大一點 好 這邊直接讓 把弓箭手駐進劍塔裡面 哇 這個弓箭手來不及進去 被射死 這個穿牆沒成功啊 穿牆樹失敗了 好 Poshimia這邊 準備升上去 但是天空熊已經城堡時代了 後面有弓箭手 也有騎士 這邊要繼續圍石 那這裏 吸托可能要圍一下 不然這邊騎士衝進來 這邊城堡打弓箭了 哇 天空熊還按的衝車 這一波的快攻 非常的快速 Poshimia這邊圍加 圍得很快 那這邊上層 可能要先轉一波 城堡時代的 哇是出戰車的打法 先夾一下 不然這個衝車 他可能會解不掉 可能還要再補一個修道院 好 待會城堡只能蓋這個位置了 這邊這個城鎮中心 可能會被衝車給衝爛 OK 騎士直接衝進來 去後面 抓了一波村民 後面要先圍一下 要圍石牆了 哇 圍木牆而已 好 村民跑出去了 木牆撐不了多久 我比較喜歡蓋石牆 邊境洞已經挖石頭了 挖他蓋個石牆其實也還好 好 調整直接使用雙倍箭矢量 去射克勞德的箭塔 但克勞德裡面裝的東西是 弓箭手 而不是村民 這樣他就會省下五隻村民在裡面放箭 那五隻村民可以去工作 或是修箭塔 都可以 那調整這邊呢 是雙倍箭塔的關係 所以傷害會更高一點 但是他沒有點一擊射 所以傷害現在是有點打不太贏 調整人的六點傷害了 好 結果城堡直接蓋在城鎮中心的位置 直接逼退了 凶人的 天空熊的衝車 那DC林是一個3TC 正常營運發展 但是他是攻兵果 反消注意上面的吸托4TC 但是薩瑟沒有經濟加成 那待會轉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奴隸兵 或者是駱駝 那現在看起來出駱駝的可能性會更高一點點 天空熊這邊是城堡師在打騎士壓制 Cloud這邊進攻 衝車想要頂掉這根箭塔 有機會 Cloud趕快射箭塔 箭塔在13D就射掉了 Nice OK 那這邊是沒有射到其他的村民 但這邊箭塔掉了 就可以直接進來囉 哇八隻貢兵 怎麼擋 爆炸 條盾爆了 城堡時代也升不上去 這裡只有槍兵 村民只能逃竄 哇 穩了穩了穩了 EAG穩了 怎麼輸 直接馬上騎一根箭塔 但可能要死個幾村喔 哇 哇 好慘好慘 村民甚至31村 30 找得有點大意了 直接卡在這個位置 哇 又死了幾村 好 Cloud這邊卡在這個位置非常好 天空熊出了兩台投石車 讓戰車沒有辦法輕鬆的出去了 那現在破西米亞 可以趕快點一下救贖思想 去招搶敵人的投石車 那右邊的位置 還有一些礦 陸地遊牧就是這麼優秀 到處都有礦可以踩 左邊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城鎮中心 這裡必須繼續被敲 看起來是有機會敲掉這個城鎮中心的 目前看起來TAG戰隊拿到了一些優勢 但是後方的隱患 非常多的薩拉森村民 85村 這裡也有這個 冥養 沒有拿回家 東雄不屑吃這些冥養 沒有啦 這個是用赤猴去探路的 地圖探路 這個時間通常不會吃養 人不列顛也是 雖然不列顛吃養數字很快 那這個時候就是光種田就好了 不要把這個手勢拿去吃養 天空熊家裡被鬧 戰車果然影響力還是很大 家裡要拉一些投石車回舊嗎 天空熊要開始農防守有點困難 下方的條盾應該是被秒殺了 看起來是沒救 趕快搬家 可能有機會 那往左搬就遇到Z40 而且克勞德也在下面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Z40幫了克勞德蓋了一個城堡 把他守一下家裡的腹地 好 條盾這邊是一片狼藉 這邊村民應該是有看到了 先挖木頭 OK 那Z40這邊 帝王時代28分鐘點下 算是蠻快的囉 黃色 這邊 虛脫沒有直接點帝王時代 而是先點了一堆騎士出來 那有可能會先去找Z40玩喔 因為以油木這張地圖來說 通常要先去針對 就是兩邊開農果 兩邊都要先互打一下 先把那個在農的打死 才有機會打得贏 這個就是團戰的選舉目標重點 一定要先打對方開農 不要去打一個死人喔 因為你去打死人只是浪費時間 讓開農果有機會喔 跟你有這個經濟對峙喔 當然西偷這邊出兵實踐非常的精巧 他招這個實驗可能是對方點帝王時代 沒太多資源可以去產兵防守 反而利用了一個生帝王的空窗旗 轉出了一堆大量騎兵 直接衝爆了Z40家裡 但Z40這邊圍得很快耶 這裡直接圍成一個萬里長城 對 這裡也是趕快圍趕快圍 把每一塊領地都圍好 讓Z40受到的傷害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結果這邊左邊城城中心應該是 有點難 要守思城城中心了嗎 沒有 OK 看到中間位置 波西米亞右邊一個人 努力夾住 三台投石車 還在找地方打 拿投石車在後面 拿出一個洞來了 喔 守思城鎮中心 果然來了嗎 OK 紅色這時候 波西米亞點好了救贖思想 現在沒有辦法使用投石車去 反擊了 紅色這邊呢 他的資源量沒有辦法點帝王時代 所以待會他應該會打一個城堡 就是直接單程使用城堡時代投石車生旅 然後加一些衝車 先把青龍熊這邊給推掉了 青龍熊這邊要面臨到的是薩拉森開農的狀態 血量非常多的駱駝 145滴血 城堡時代 這個血量非常的多 一般城堡時代的騎士只有120滴血 駱駝則是145滴血 駱駝先掉一隻 駱駝打長弓 要打很久才能打到一隻 而且駱駝害怕箭矢 過了爛 駝駝兵開始做了事情 好 結果Cloud的下方城堡中心 兩邊又在對塔 炒作了臨死之前 還繼續用箭塔騷擾克勞德 克勞德這邊有點尷尬 這兩隻聖龍應該要招翔到了 再來一隻 三隻都有可能招到 但這裏是不是有點抗招翔呢 殺死了這邊抗招翔好像很完美 只被招翔到了兩隻 而是三隻 搞定 上方這裏天空熊果然被毒根了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脫西米亞的壓力繼續往前 然後脫西米亞這邊要反制 對方回去就很簡單 繼續出戰車 跟頭死車跟衝車就可以了 然後再一些生旅 招翔一下頭死器 問題就可以大部分解決了 這就是脫西米亞戰車 非常難產的一個地方 下方直接拿村民手撕箭塔 克勞德這波突襲有料 直接拆除了敵方箭塔 雖然自己的箭塔應該 喔要秀嗎 還是要秀 OK 那左邊重裝駱鎖重升級好 自己是你的長弓 開始反擊回去這邊的駱鎖 駱鎖血量來到170滴血 坦路非常十足 4、3級馬拉開已經點下了 好用力現在是4點 這裡直接硬吃 直接使用血量的優勢打回去 還有攻擊速度的優勢 應該是能守得下這一波 好二攻也要點好囉 那駱鎖果然一直倒地了非常多隻 現在駱鎖真的太怕箭矢了 現在城鎖中心 天龍熊的城鎖中心也在射這些弱子 但天龍熊的城鎖中心並沒有升級箭矢傷害 所以怎麼射都是1滴血 現在駱鎖有4防 城鎖中心天之是5點傷害 怎麼射都是1滴 所以看起來駱鎖很耐卡 天龍熊努力想要夾住 但上方的頭子車跟戰車又繼續壓了過來 波西米亞快要把右邊的天龍熊給解決掉了 克勞德後方第二波戰線 這邊克勞德要趕快農起來 也要夾住 這裡對克勞德來說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壓力 現在只能靠Z40努力夾一下 那Z40這兵可能要趕快轉出擊兵出來 去戳一下駱鎖 幫克勞德一下手下奴隸的部分 現在他不轉 疾兵的話只靠長弓 可能會有點難打囉 雖然長弓打駱鎖很OK 反正就是射的慢 那待會波西米亞起來的話 還要再擔心對方流彈炮 喔 手撕戰車 太狠了這個男人 天空熊直接用車迷去拆掉一台戰車 和兩台才對 後面要繼續往後撤 但下方就是波西米亞的家裡 直接用車迷去扁人 天空熊太狠了 好 這邊 看來 手撕成功 OK 這裡被打破了一個城門 Z40只有長弓兵 左邊被大洛馬肉 哇 薩拉深圳之什麼都有 駱駝大洛馬 巨頭重頭 大衝車 火槍火炮 下面龍武 哇 重頭伸上去了 長弓兵危險了喔 重頭的射程可是非常遠 雖然沒有像朝鮮的頭子車射程這麼遠 當然他可是有配重 傷害可以變成87滴 不能再多 但是50加9 喔 他點配重了 所以待會撐上去傷害就很高了 待會可以看到9點射程的重頭 好 長了一發 哇 哇 D40 沒了 槍兵轉得有點極限 高的幫忙轉槍兵 但是他還沒帝王的時代 只有中槍 中裝長槍兵 扛不太住 哇 長弓被吃光 天光蟲又轉了一些槍兵來幫忙 如果不是D40轉槍兵 而是靠隊友們轉槍兵出來 有可能是克朗德叫他不要轉 他們轉就好了 但是他們轉好像有點來不及 對方的馬爆太強了 沙拉斯人這邊經濟來到最好 火炮也出了 重頭也升上去了 OK 這樣多少 8加 這只是87也不能再多欸 17加12 然後9點射程的重頭 石頭數量是98 Z40這邊要怎麼打重頭呢 通常不列典能打重頭的方式 就只有肉馬或重裝騎士 不然就是用巨頭 當然長弓也可以 但是數量夠多 30幾隻的長弓 才有可能使用射程優勢 瞬間點掉 那如果先用去點後方的重頭的話 前方的戰車就會打自己的長弓 戰車打長弓的傷量又是特別高 而且沙拉斯這邊又有更多的大陸馬 一直在往後面一直騷擾 經濟可能會一直很不好 好 撞到城堡 巨頭馬往前派 這邊要繼續往前入侵 橋盾這邊開始慢慢復國 衍生到了城堡時代 好 點了應龍 更多的木 這邊Cloud點下帝龍時代 有來一集升級嗎 用後方承認中心升級 還是前方的呢 應該是後方了 好 這裡 對 有這個升級帝龍時代還可以 我們現在已經四處著火的情況 克朗德升帝龍時代 可能也沒有辦法展出東西來幫忙擋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農田了 農田都被已經踩過去了 這裡一大片田都沒了 太冷了 不行啊 這時候點下的東到黃樂 二級農 可倫手 稍微回農一下 我們從家裡已經完全爆開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有點無力 OK 城堡 好 被拆掉了 這個城堡掉了 可能... 就... 夾不住囉 OK 左邊開始在建起萬里長城 克朗德在利用自己的 少量村民 去幫忙建築一道防線 只要能守住兩個對角線的話 就可以跑貿易了 好 這邊長空直接手撕巨頭 這邊Z4林秀得很漂亮 OK 再點掉一台應該可以 但是要吃到頭時差了 頭破血流 就是這樣 這真的是頭破血 好痛 千萬不要忍 8加7的 87點傷害的頭子車傷害 扛不住的 殺身 進攻萬花筒 這才是進攻萬花筒 火炮 巨頭 駱駝 肉把 只差大通車了 好 大通車再出來 非常絕望 長空一直射通車 怎麼射得了 然後 然後 殺殺身又有馬溝 又有強弩 只差沒有擊兵而已了 當然他也不需要擊兵啦 我駱駝血量這麼多 還有努力兵 要擊兵幹嘛 對不對 後方戰車一直開的出來 所以繼續不沾車 這裡要是有衝撤的話 都更速度就很快了 還是殺殺身 點一下衝撤的升級呢 現在殺殺身的分數來到了16000 但是D40還沒有放棄 他讓我可以用長弓秀爛對方駱駝 確實駱駝是很怕長弓沒錯 但是他更怕頭死車 跟戰車的傷害 還有後期的Poshimia 榴彈炮的威力 OK Poshimia這時候 點下了帝王十代 現在TAG 人往左側 長弓軍防守 點下了銀貫技術 大車震戰術 火器單位增加15%的移動速度 我記得連Poshimia的胡斯卡戰車 也可以吃得到 還有榴彈炮啊火槍 都可以獲得移動速度的加成 這邊往後拉打 長弓射駱駝 果然還燒射一段時間 其實血量真的是多啊 又一發頭死車 砸到了長弓 後方的頭死車數量非常誇張 來到了八台啊 就在實戰中 是很少見的 頭死車大軍來了 哇 中了 好後方 長弓 TAG 要沒了嗎 哇 這一個 長弓很努力在點 OK 點掉了很多 重頭 但是 自己自己的長弓陣也 潰不成軍啊 只剩下15隻 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甚至連駱駝都能稍微能扛 好 戰車直接貼在臉上 快樂德這手打出了GG 恭喜 吸托 丹尼 丹尼 還有 TOPH 獲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啊 Z40出了169隻的長弓兵 沙拉森出了大肉馬 出了147隻 還出了一堆駱駝 還有頭死車 巨頭火炮 哇 真的是什麼都出 什麼都不奇怪 那左邊的戰線呢 也被沙拉森阻止了 最後萬靈長城也沒有順利建造起來啊 TAG戰隊啊 這邊有點可惜啊 天空熊這邊採取了強攻策略 但後方被後路是沒有被發現了 結果直接被 沙拉森跟波西米亞夾擊成功了 那克勞德也是自顧不暇 畢竟前面跟條盾打了一頓死血啊 天空熊可以說是一瞬間被端走 但Z40這裡也不能怪他啊 畢竟他是工兵國的名啊 他要支援到天空熊 實在路徑太遠了 反而是沙拉森這邊的肉馬騎士的路線 反而是可以更快支援對手跟騷擾Z40這邊的經濟啊 所以工兵國開農 防守反擊 往往是會落後 不過最大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你只有工兵單位的話 沒有辦法經濟師去騷擾店的後方 或是直接端掉波西米亞經濟之類的 或是條盾直接秒殺 都是很難去逆轉戰局的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果不其然是薩拉森人 拿到八萬九十支援勝率 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是最能的玩家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波西米亞拿到2.97的KD 那這KD我們稍微看過一下就好 並不是很重要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